它總共有五個顏色對不對 好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它是這種竹節棉看到了嗎 這個一定要買又涼又薄又舒服 裡面我建議大家就穿搭一個自己的小可愛就好了 好不用想太多 好然後呢這個顏色超級美的 戒黃綠 然後它呢就是這樣子涼涼的竹節棉 看到紋路了嗎 有點小花紋的樣式 然後它也是寬鬆的 可是呢它還是帶有腰身 這個顏色啊用來雷聲褲搭這個我覺得非常非常的瘦 深灰或是淺灰搭下去也都非常的好看 它綁起來也是很好看 那我覺得這件很輕鬆的 就是直接這樣套下去 它就呈現一個舒適的小寬T 薄荷綠的話很可愛 它搭配的是米色的字 它就是故意就是給你一個很清爽的一個線條 所以它搭配的字感覺好像若隱若現的感覺 這個顏色T恤應該沒有人衣櫃裡面有 它有點綠又有點灰 然後它的竹節很漂亮 而且也是大家一般比較買不到的顏色 還有跟面料 所以這個我還蠻大推的 字啊都是米色的 所以特別的有質感 很簡單的那種 就是米色的細小的英文logo字 然後白色字裡面當然也是最透的 然後竹節眠最清楚的 如果你喜歡歐逆風的女生 他們都會買米色 米色的字是深咖啡 它是深咖啡喔不是黑 那如果你的群群是買到黑色的 其實黑色也是可以搭米色的喔 我覺得是完全OK的 如果你剛剛是買到黑色的裙子 他們一樣可以搭 只是跟白色的感覺不太一樣 表情輕一點 很緊密密的應該一致 我先去問白色的